一香香的文旦又是送禮自用的好味道 目前国产文旦进入生产季 也是中秋团圆常吃的水果 农委会为了确保农民销售管道顺畅 严理国内国外外销加工等产销措施 设置企业团购预售平台 借由企业号召力提高销售量 农民他面对了更多的看天吃饭 台风暴雨 淹水 旱灾 甚至各方面全球车滚烫烫的 他们面对了很热的天气 都要在很辛苦的去把一年一次的 粒粒的用纸 粒粒辛苦 怎么去种的好 而且就要看天吃饭 还要看对方的颜色 真的很辛苦 所以说我站在农家子弟 我很觉得说尽一分的心力 也被企业尽一分的责任 所以说我听说有这个活动 我不带一步弄置 我很高兴的 来参加 我们农民很辛苦 种出这么好的柚子 事实上我们台肥公司也是供应很好的肥料 我想很好的肥料 然后结合我们农民很好的种植技术 那种出这么好的柚子 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所有消费者来品尝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想 在今年我记得二月的时候 我们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个凤梨世家 那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也是 共襄盛取来帮忙把这个凤梨世家出去 那是我们后来 现在我们弄了一个平台 就是把这些 我们的这些农产品给消费者 但是后来台肥公司我们也中一个平台 因为很多我们后来发觉说 很多弱势团体 他真的没有办法享有 享用这些这么好的一个农产品 那后来台肥公司就是 把这些我们帮忙农民的这些农产品 然后透过一些通路 把它到我们很多偏乡的 一些小朋友上面的一个 甚至他们很多人 搞不好从出生到 长那么大都没有吃过凤梨世家 所以他们很多脸书 把它放在他头上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感动 那所以说上个礼拜有听到书里面 会里面有这个活动 我想台肥公司也一不容辞 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离中秋节剩两个多礼拜 怎么把所有辛苦的农民 一年就一收的文旦 把它卖一个好价钱 这个绝对是农委会的责任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过去所有农产品 那只要有一些产销的相关的议题 其实我要非常感谢所有在座 以及许多的企业的攻凶胜举 你们做ESG或做社会企业 可能花50万100万或1000万 其实这样的一个金额 对所有的农云民帮助非常的大 各位可以跟各位报告 过去所有这几年 我想我们署长这边非常的辛苦 我们月署张署长也非常辛苦 我们还有训目处 我们所有的农云区产品 就只有一个目标 绝对不能让它的价格低于成本 所以我们不只做了产销调节 当市场有时候不归咎于农民的时候 政府更要大力的出手 我举例来讲 今年就是因为中秋离白路只有三天 所以一般农民都在白路上下采收 可是如果在那时候再采收 那绝对来不及中秋节 送给所有的消费者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七万公顿 的全国的文旦产量要来行销到国内外 那也跟各位报告 我们所有的措施里面 现在的外销已经快五百公顿 我们希望再两个礼拜达到三千公顿 那外销有再走 它的产地市场 就会有不断的来维持一定的价格 那我昨天到花莲 那现场那我们有一个外销业者跟农民五公斤装的 买的一个价格非常的好 而且他本来是要六千箱三十六公顿 那我说你可不可以一百公顿 他说没问题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地价格就维持在一定的水准 可是不只这样 大家知道那个文旦又其实也有可以做不同的分析 我们昨天在华联办了一个记者会 文旦其实是A级果一定要给消费者 可是比较大果的 它可以做很多的精油 它可以做其他的果肉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面 农粮署本来预定目标是两千五百公顿去做加工 可是我们现在至少会到三千四千或五千公顿去做加工果 市场上如果有加工果在收的话 那它更会有价格的支撑点 那其他的优质果 A级的就是要来透过我们所有的内销 所有的通路以及各位的企业采购 来提供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所以加工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内销 那内销里面首先真的感谢各位 那不止各位的今天具体参与这样的记者会 也跟各位报告 这几个礼拜 所有的企业供乡盛举 我们现在透过农科院 那获得的企业订单是13万箱 一箱是十斤 未来会朝20万箱的目标来前进 这20万箱 我们绝对保证会直接到产地跟农民采购 而且价格绝对要比产地价格更好 让农民的这样的辛苦一年一收的 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保障 那除了这个我们的所有的企业订购以外 我们各大通路 不管全家 不管加热湖或全联 都大力地在卖我们的文弹 那这个部分 其实如果消费者要购买 除了到这些实体 我们还推了电商平台 全台湾所有的电商平台业者 也配合农委会 那我们里面有非常好的优惠 国内各大通路也推出促销活动 有满500限折100元活动 也有抽好礼加码抽农油券项目 欢迎民众来享优惠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的企业的这样的认购 都是从社会企业 从ESG的角度 企业他们是要来协助农民 这特别感谢所有的企业界 那第二个 我们所有的文弹的产销 长期以来本来就是受到许多 我们企业的喜爱 因为台湾的农业区产品品质非常好 尤其是在过年过节 更是送礼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那第三个 我们这一边有收到至少五六十家以上的企业 要再来订购我们的农产品 那我们当然会把这一股力量 透过我们的产销调节 维持好一定的价格 所以企业的采购 其实是共创了三营 它让我们的企业 可以达到ESG或者是社会企业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社会企业的采购 可以让包括文旦等农与序产品 维持一个很好的价格 更重要的是农民 只要价格高于成本 它就会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来耕作 达到农业永续等三营的目标 我们前几年几乎没有外销文旦到日本 去年四十六吨 今年目标绝对会超过好几倍 那执行的部分我请署长跟各位报告 是在两年前 我们已经中断了二十几年没有出口的 这个日本市场的文旦 是因为要出口日本的话 必须要做十二天的低温 要一度C以下连续十二天 然后经过检疫官检查合格才可以出去 所以成本很高时间很长 因此中断了二十年 前年我们四半跟台南市政府 还有跟马多农会 第一年十三公吨 去年四十六公吨 今年到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才文旦开始采收 我们已经收到六十六公吨的订单 那我们要朝一百到两百公吨之间的 这个目标来前进 应该是很容易可以达成 因为过去两年在日本 我们所做的广宣 已经获得很多日本人的了解 同时他们也知道 文旦是秋季的水果 不是中秋季当中的水果 所以我们会在白鹿之后 一直到九月底十月初 我们还会陆陆续续来出口到日本的市场 我想非常感谢麦当劳 还有摩斯 还有义美等 重要的食品加工业者 他们都很乐意的 来采用石斑鱼当加工的原料 那麦当劳目前还在研发当中 我们还有更多的其他的 食品加工业者 会积极的采购我们的农产品 比如说我们的汉堡丸 要用我们家乡的红豆 来做成我们的牛肉汉堡 这些就是表示现在许多国际的大厂 因为全世界的原物料高涨 因为现在的可能的船运成本也在提高 再加上像我们陈桂光 董事长讲的气候变迁 正在影响的全世界 所以这一些重大的食品厂 为了确保原料的来源 都积极的开始使用 我们国内的相关的农产品 如果有一定的进度的时候 我们会很快的来对外说明 所以感谢提醒 那个中秋节要吃蚊蛋 但也要记得考试班 蚊蛋富含膳食纤维 维生素及矿物质 不仅是中秋节应景水果 也是适合日常使用的实令水果 农委会邀请消费者中秋过后 也能持续支持国产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